或者什么样的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 但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而且以后我不会就说以直播为主 所以不怎么存在 趁吧 谢谢小微哥 小微哥 对又有新房车玩了 三个月吧 三个月不见 以后随缘先见 欢迎新来的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关注 也谢谢 谢谢大家的点赞 谢谢所有的朋友的支持 可以啊 愿意出来旅行的都可以出来呀 当然要看性格合不合得来 如果说性格合得来的话 就说一起同行 完全没问题 人多热闹嘛 是吧 我总的来说还是喜欢热闹的一个人 确实 以前喜欢自由 但是后来发现 自由其实跟孤独是并存着的 热闹 就是 当然 至少说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非常 怎么说呢 很惬意的一种方式吧 就是大家 可能都还是比较依着我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不自由啊 或者怎么样的 跟以前也没差 相反 很热闹 更喜欢独行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但经过这 这段时间过后 我觉得 有人同行 其实挺好的 三四弟 不知道 到时候看 我说成都直接一起 然后 我是有一个随行的名额 到时候看 让周延一起 一起跟着去 随心而行 我们几个人 现在确实 就挺好的 当然如果 就是那种性格 有时候 不怎么好相处的呀 或者怎么样的 就色色的 色色的那种人 就不确定了 就是这 这些呢 都不是 就是色的人 所以 相处的特别好 大笑大喜之后 一个人是吧 天啊 聊死了 真的 我没有 没有散播之前 然后 就感觉有好多 好多话要说呀 是 是是的 大家也一定要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天天开开心心的 所有的烦心是 不要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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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遍 好吧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笑我关歌 感谢我关歌的大厦 银龙歌 好久不见 萨布歌 怎样唱 这个肯定 必须得记得呀 毕竟唱了三年 怎么可能啊 做一个 乐观善善 积极 睡觉还有点早 怕忘记了 说到 有时候 外星大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外星大过后就没有那么多不开心的 还是一个人吗 不是 我三个人 四个人 四个人 现在 唱歌的是留到等会下播 下播来说 开导 发了好多信息 有吗 嗯 其实看私信 可能是稍微会少一点吧 难 外面挺冷的 谈恋爱这种事情 暂时不想 我现在这边不是哥哥 就是弟弟 当然 有时候还是 就是人 人有时候是 随了种比较纠结 纠结的吧 也是随一个什么 什么体呢 就 嗯 至少我们现在团队都是都是完全的纯哥哥 纯弟弟 送我房车 我自己有房车呀 我不需要呀 我现在只是说 宣又一段时间 普通的已经压不住